鸡部的由来 这些汉字呢都是字形中含有鸡 但是跟鸡呢一点关系没有的汉字 进来看这个字 上面呢是一个人 这个人张开双臂 张开双腿 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堆的上面 这是这个字 甲骨那样子 这是他的金文字形 人 张开双腿和双臂 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堆的上面 这个字就代表什么代表高的意思 到了小传的时候呢 上面人的双臂不见了就剩下双腿了 下面土堆还在 这个字就是后来的高亢的亢 亢的本意呢就是高的意思 这是高亢的由来 接着看这个字 左边是路 这是一个路口 右边是一个人的手 这个人手里呢拿着一个 像权杖或者是棒子的东西 正在命令着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命令这个人干什么呢 拿条子 这个代表条子 来清扫地面上的什么呢 碎屑 这是 一个人 拿着棍棒 强迫一个人拿条子 来扫路上的这种杂物的意思 这是一个啥 清扫大街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人呢他的身份地位呀特别的卑微 这个字后来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的 左边是这个路 啊 路口 这上面是条子 这一横呢是怎么来的 这一横是由那个地面的杂物那一点变成的 这是那个人 右边是人的右手 手里拿一个 类似于棍棒和权杖的东西 这个字呢就点威 学生说威隐形眼 这是他的隐身意 先看图 图中画的特别清晰 咱们再来一遍啊 左边是一条路 哎 路的右边呢有一个人 手里他拿着一个权杖 或者是棍棒 来强迫这个人 这是一个人的样子 强迫这个人呢 拿着条子 来清扫地面上杂物的 这个字呢就点威 威有什么意思呢 第一 威有地位卑微的意思 因为一个人呢来清扫地面的杂物 并且他呢 被一个人管束着啊来强迫的去干 所以这就是一个身份特别卑微的人 第二呢 威有没有的意思 比如说威管众无将批发责任以 那你是没有管众的话 我们都将批发责任了 所以威要翻译成没有的意思 那威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一个人 用条子把地面的杂物 都清扫干净了 杂物就不见了 所以威就没有的意思了 威还有细小的意思 因为地面上的杂物啊都是一些细小的琐碎的东西 所以这个威有细小之一 这就是威的由来 接着看这个汉字 上面是荷苗的荷 是他的叶子 跟下面呢 在什么汉字当中啊 这个就代表什么收割庄稼的类似于石莲的一个东西 类似于镰刀的样子 它是弯头的 锋利的一种刀 这个字呢就点凸 这是凸的自行演变过程 学生说凸无法也是他的隐身意 凸的本意呢 就是拿类似于镰刀的东西来收割庄稼 把庄稼收割干干净净的 就叫做凸 我们看图片当中那个人呢 手里拿着镰刀 把庄稼收割完之后呢 地面呢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凸的由来 后来呢 凸的隐身意呢 指人没有头发了 或者什么呢山上没有树木了 树上没有叶子了 这是凸的由来 比如说凸子 凸头 把这个鸟的羽毛脱落呢 物体 失去了尖端呢就叫凸 比如说凸旧 凸笔 凸针等等 凸也表示不圆满 不周全 文章的开头写的有点凸 接着看这个汉字 左边呢是河水 是条河水 河水的入口 口呢代表这个河水的入口 河水的入口呢 在这里呢我们修建一条路 这是一条路的意思 我们把这个路啊 修在河 这个入口处 就是一个天然的码头啊 这个字呢就叫你沿 这是他的自行演变过程 沿有顺着还有边缘暗的意思啊 沿有边缘的意思 来看这个图中 水的旁边呢 修建这样一条路 深入到这个河水的岸边 这是我们进入这个河的入口啊 比如说木头 做的一个码头 所以沿有什么有边缘的意思啊 比如说有河沿 边缘 有边的意思 由于是沿着河边 在靠近河边修建的这样的一条路 所以有什么叫因习相传的意思 比如说有沿习 沿用 等等 所以他要顺着啊 照着 比如说沿岸 沿岸 这是这个沿的由来 接着看这个字 右边呢就是一条路 这是一个路的路口 入口处 路的入口处呢 停靠着一个舟 这个字呢就念船 他跟沿呢就相同的造字原理 这个口是什么呢 是这个江河的入口处 我们在江河的入口处呢 会用木头来修建这样的类似于码头的东西 把船呢 靠近这个码头的旁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形的演员过程 这是船的由来 学说船周也 看这个实物 对面呢是水 我们 在靠近水的旁边呢修建这样的一个 一条路 这条路呢是通向水的入口 所以呢口呢代表入口 这代表路的意思 各种州啊经常停靠在这个路的旁边 这是这个船的由来 起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左边是月亮 一个人呢 醒了 坐起来了 坐起来之后呢撑蓝腰把双手向上举 这个人呢 伸着蓝腰清醒了 醒的时候呢还有月亮呢 那这个什么时候 就是古代的早晨 哎 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 哎在这种清晨的时候呢 天上还有月亮的时候呢 人清醒了 接着看这个字 左边这个呢就是月亮 右边一个人 他已经起床了 他伸着他的双手正在撑蓝腰的动作 这就代表早晨的意思 太阳还没有出来 但人已经醒了 这是清晨 后来呢这个月亮 画在了左边 这个人 这人的 双手 哎 后来我把这个双手啊哎呀 给他加宽 双手在汉藏中呢会变成一点儿 之后呢把月亮写在里面 就变成了锡 暂时这个素的又来 素呢学生说叫早晨也 是他的眼神也 素的本意呢 就是清晨的意思 一个人 醒来之后啊 撑着懒腰的样子 在这个字当中呢一定要记住 汉字的演变过程当中呢 人的双手 往往在小段呢这么表示 变成我们汉字的时候呢 经常会出现一个字叫丸 啊丸 经常这么写的 丸字的演变呢 就变成了这个字形 这是这个素的字形的演变过程 这么推演出来的 这是素的演变过程 素 这是早的意思 比如说素夜 就是早上和晚上的意思 比如说 素星夜昧 这都只是早上的意思 由于素这个字的本意呢 是早晨 而早晨的时候呢月亮呢还存在 所以呢表示 旧有的 月亮还没有消退的 它代表旧有的 素有的 因此呢 素有什么呢 有素日 宿苑 宿苑的意思 它表示旧有的 因为月亮还没有什么呢 没有离去 夜晚呢其实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们人呢已经清醒了 所以指的是 早上 接着看这个汉字 这个汉字呢下面是木头的木 上面呢怎么说了 它可以代表这种类似于镰刀的东西 用于砍伐的东西 然后这个字呢就念朵 朵 这是它的小传字形 朵指树木花朵啊 这个字朵的又来 看一下 我们在种植果树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做果的 怎么做果呢 就要把多余的花 给它什么呢 给它砍掉或者是给它切掉 剪掉 那么 人们 把树上面的 用这个工具把花给它砍掉 这个字呢 就念朵 所以朵呢指什么植物的花或者包 这就是花朵的朵的又来 后来指量子啊 几朵花几朵花啊 什么时候会开花呢 一个树长成了啊 长大了才会什么呢 才会接开花结果呢 朵字呢其实又有什么呢 又有高大之意 但是我们的汉字系统呢 并没有这个字意 但是我们在创造汉字的过程呢 会用到这个朵的字意的 代表成熟的高大的 用刀 把这个植物的花 给它割掉 右边如果加刀呢 就代表剁了 用刀向下砍 就叫剁 这个剁的又来 右边呢应该是个刀的意思 但是也可以用人来代替 因为人拿着一个类似于镰刀的东西 把这个花给它砍掉 也有剁的意思 这是这个剁的又来 在汉字当中呢 这个字形呢 你可以认为是人 也可以认为是刀的意思 好这个字 右边呢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高大之一 树长成了 它会开花结果的 用这个字来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个高树 左边呢是一个人 人的身体 人的手臂 人的肚子 肚脐眼 腿一核呢 代表腿部以上 左边是身体的身 代表一个人 一个人呢隐藏在这个高大的树的 后面 这就是朵长的朵 藏于这个木头的下面 所以右边呢一定是一个高大的树木 不是一个小树 所以开花结果的树呢 就应该是个成树 还有高大之一 接着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左边是土 右边是个朵 朵咱说了 他有高大之一 那这个字呢就念墙朵的朵 朵指的是什么呢 墙两侧的或者上头伸出的部分呢 就叫墙朵的朵 我们看实物 我们在建造围墙的时候呢 什么叫墙朵呢 墙两端的 高出来的部分呢 我们就叫做墙朵 这是墙朵 中间的比较矮 这个部位叫墙朵 所以我们看到的朵就有高的意思 仍然取自什么呀 仍然取自于这棵树啊 开花结果了 它是个成棉的树 代表高大的树的意思 所以朵的这字呢 它就是形成 还是个会议字 这是墙朵的朵 后来我们把城墙上啊 中间 凸起来的 这个高起来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也叫做朵 这是成朵的朵的由来